还有这个返乡路好难哦 春节金门离岛的机票呢 在昨天晚上的六点开放预定了 不过有很多民众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都还是买不到 而电话跟网路呢更是栽一到爆 金门的乡亲就很感叹的说 每年的农历春节想要回家团圆 买机票真的是买得好辛苦 常常的队伍 我以为是买到金门农历春节返乡机票 打第一个吗 不好打 每年就是大家会来就是抢购机票啊 麻烦因为真的太多人订了 要订到这张票真的不容易 不但要早早来排队 还要努力尝试打电话还有上网 瞬间流量太大 电话打不通 网路忙碌中 每年这一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戏码 有人说好累 每年都是这样子 每年都一样 对 没有一年好订过 可能要这样订到八十岁 味道都方便了 好爽啊 是要回台湾还是 回台湾 我现在付钱 金门离岛机票第一阶段定位 总共释出有14万256个 管制期间机票都会加注 现当日当班次有效 与其作废 民众如果订到票 当天却无法搭乘 最慢在出发日的前一天 记得要通知航空公司取消定位 以免自己的权益受损